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展投资者又有什么需要留意的 就相关问题我们今天的节目现场 是请到了胜利证券董事总经理 周乐乐 Adam Adam早上好 早上好 我们看最近大家都在关注 比特币的价格走势方面 因为大家原本预期 比特币如果将来减半 就是说在一段时间内产量减半的话 那物以稀为贵 按照我们正常的逻辑来说 应该都会对这个价格 会带来一定的这样的一个上涨作用 但近期我们看比特币价格 却是一个呈现下跌的格局 您跟我们分析一下 这个减半效应对于比特币价格 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其实您讲的这个是对的 就是比特币减半时代的供应在减半 从现在每10分钟的能够出的 每个区块提供6.25个 减到明天开始的去到3.125个比特币 整个供应下降 供应下降的带来的东西 按说是应该是价格上升 但其实这个是在中长期 确实是如此的 很重要一点是如果是中短期的话 我们看过往的三次减半 都是有时在减半前的一个快速上涨 然后之后预期过头之后 利好兑现开始有一个回调 这个现在应该属于一个比较回调的时期 然后本轮还比之前过往三次减半 有很大的不同的点 就是传统金融的资金是以ETF这样的开始 大规模进入 比如说像今年1月份美国批出11支ETF 传统金融资金这样成规模进入 使得原来的走势在减半之前的更加放大 所以在这个时候会有一个这样的回调 是正常的 这倒不意外 那说到减半之后 最大的一点是能够使得 就是所谓的我们叫做挖矿的那个矿工们 就是一直在为整个比特币 整个区块链进行计账的那些人大的成本 原来挖矿成本大概是在三万七 减半之前三万七到四万二美金 如果减半之后会跃升到 六万多到八万美金之间 这个将会成为比特币中 在这个减半周期之后的一个新的定价的锚 所以我们可以预期到 等到整个的大家这个锚确定之后 价格会重新向上 那现在对于这个比特币股价 这个价格的走势方面 大家看从七万多一下回调到六万多五万多 好像心里还是会有点 面对这么大的一个波动 会心里有点恐慌 那您觉得说 对于它的这个价格的波动的一个空间 您会怎么来预期 比如说您认为现在好像回到六万多 是不是好像已经是一个见底的感觉了呢 那您对于这个比特币未来一个走势区间 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展望呢 这个问题是一个 那首先是 其实是以比特币这样一个虚拟资产 刚刚进入传统金融世界的时候 其实这个波动性还是在的 它首先是一个风险资产 只是说它在传统金融资产 是一个像黄金一样 起一个定价的一个 整个虚拟资产的一个定价的锚 那么你要真正预测它区间的话 可能更好的是建议投资者 如果要参与的话 采取那种分布建仓 那可以透露 具有现在一些比较对传统 怎么讲 传统虚拟资产投资者 就不是传统金融投资者 传统虚拟资产投资者 对现在这个价格 依然是比较的看好的 依然是很多在开始布局 觉得如果继续跌 再跌再买这一个状况 对 所以感觉好像在比特币里面的 这个投资者 这个投资逻辑或者风险偏好 跟我们传统看一些资本市场 一些投资者的这个风险为纳 似乎好像还是有点不同 会有少许不一样 尤其是现在的主流资金 在目前的时候 依然是传统的虚拟资产投资者 传统金融资金 现在从去 从今年的11月份开始 流入100多亿美金 我们如果在这一轮大规模 比如说香港这个 今年这个月ETF推出来之后 会有更多的资金进入 然后现在像券商 像我们所供职的这个券商 开启了之后 客户真的资金进入到这个里面来之后 它的波动会越来越 去向传统进入资产这个波动 对 这个我觉得是大家非常会 需要去关注一个点 因为过往大家看 比特币的这个波动性特别强 运气像您说的 可能一些传统的虚拟货币投资者 他们的这个投资的偏好 或者是对于风险的接纳程度 跟传统不一样 那么伴随着美国香港越来越多的 这样些传统的ETF资金的流入 可能会改变它的这个游戏走势 也说不定 所以这又牵涉到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比特币的避险属性 因为过往我们会觉得 像您说的 比特币好像传统一种虚拟资产 或者说是一个传统的风险资产 那么大家不会把它跟避险来挂钩 但近期我们看从去年底 有很多美国的一些大的投资者 他们出来说将来比特币 或者是虚拟资产 有机会发展成为一种避险货币 尤其现在地缘紧张的局势 那么愈演愈烈了 包括加沙冲突之外 现在伊朗也牵涉其中 大家在这种环境当中 越来越可能会关注到 非美货币当中的避险资产 那有没有机会 按照这样的一个游戏玩法 将来这个避险属性 在虚拟货币 尤其像比特币这样的虚拟资产上 越来越强的 我觉得是从中长期 我说非常认同这个观点 首先来讲 把它对比比特币和黄金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类比 都是产量极其有限 那可能比特币 它的产量会比黄金的供应 它的有限性更加确定 因为它只有无限区间 以于2100万美 黄金还经常在各地 发现出现的这个金矿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是 本身都是不具有实际的使用价值 但黄金在工业上 可能有一点的那个使用价值 但质量很小 然后就是 都是因为大家的 普遍多年来的共识 可能黄金有长达数千年的共识 但比特币这个共识 可能形成十年 十多年而已 我期待是这样 避险属性会在 本轮这个周期 下一个周期 真正就会有像 比特币像黄金也有 的这个避险属性 但具体要多长时间呢 我们应该是预期是四年以后 四年以后 就下一个周期 这一轮周期 它还是会 一个我们讲叫做是 虚拟资产真正进入到 传统金融投资者的 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周期 所以这个是一个 传统金融资金 进入虚拟资产 一个波澜状况的时候 这个时候 很难讲它是避险的 但是大家会觉得说 你比特币作为这样一种 区块链当中的虚拟资产 大家会觉得 你会打破各国央行 对于自己的这个货币 发行权的这样一种垄断情况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 它的某程度的发展 似乎跟国家政府的公权力之间 是形成了一个矛盾的冲突点在 所以您觉得这个会不会是限制 这个政府的这个货币发行权 央行的货币政策制定权 会是将来限制到 比特币它的进一步发展 或者是避险属性 进一步延伸下去的 这样的一个阻力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会是一些游戏 一些强力政府 或者是比较强大的 这个经济体的政府 所一开始担任的一点 但是因为恰好是因为 比特币是因为是一个 依靠区块链 这样由草根原生民众 开始共识形成的 所以大家在之前的各个政府 在一开始 由不接受到慢慢的去了解 这样的其实是和它一个 共存的方式 我们现在观察下来 香港我觉得是一个 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例子 就是以香港这个 国际金融支出品为基点 打造这个虚拟资产这个制度 把监管真的来进来 香港政经会真的是来监管 虚拟资产 我们叫做 The same business The same risk The same rules 相同业务 相同风险 相同监管来监管 把它当作一个现代资产类别 监管放进去之后 施加金融级别的监管 使得投资者和各个参与者 有稳定预期 才能把这个生态给做大 反而过来这样能和各国的政府之间 包括央行人之间 能更好的一个共存并且互动 能够互相支持 互相依存 所以这个可能还是需要一个 时间维度的一个发展 跟这个制度方面的完善 如何找到一个两者之间 共存的一个方法 跟这样的一个角力 可能会是接下来的 这个市场发展的一个方向 那这样您也提到了 现在看到本周很多本港的基金公司 都公布了 已经是获准 获得证监会批准 来发行一些 现货比特币和现货以太币 那些ETF的产品 那么这个当然是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突破了 那么这样的一个香港市场 目前的对于虚拟货币的 这个ETF的发行规模 目前大概是去到一个 什么一个阶段呢 另外对于这些资金 那么形成之后 对于整个虚拟货币市场 以太币跟比特币的价格方面 带的影响您看会有多大呢 先尝试先回答第一个问题 因为现在是刚刚落地 那么投资的这个规模 因为我们这个 我们现在所看到 其实还是比较踊跃的 那么做一个类比 比如说是美国的11支ETF 到目前为止 大概总是只是不到600亿美金 那么如果以香港市场 这个体量 加上香港ETF 它所能够创出 它能够叫做 有In-Kinded Creation Redemption 这样一个功能 意思是投资可以用它本身持有的 比特币或以太坊 来认购这个ETF的这个份额 这相较于美国的ETF 是有一个巨大的创新的 在这个技术上 我们可能假设说 我们很保守说 只有美国的一半 那也有300亿美金 而且我们参考黄金ETF的 这个发展体量 黄金的ETF在 应该是2022年 2023年 大概刚支出的时候 可能第一个月有20亿美金 到后来去到1200亿美金 一个整个体量 所以我们看整个全球ETF的 这个体量 也会有一个指数级别上升 香港作为全球很重要的 一个金融的市场 这个体量会有巨大的 那么翻回来的时候 回答您的第二个问题 这样巨量的资金 对于虚拟资产影响有多大 应该这么说 会是之前所有前三轮 虚拟资产所看到的波动之间 从来没有看到 这样巨量资金流入的状况 应该是我们叫 我们举个例子 我们叫做一个大海 一直在那里 然后旁边有个小池塘 就是虚拟资产 我们香港或者是全球 把主流GETF打开 让香港把券商银行 能让它的客户进来 就真正让把大海的水 引向这个小池塘 所以尤其像这个ETF方面 在港交所发行 那大家会关注 就是有没有机会 纳入到深港通 护港通 这天的这个通的 这样的一些 互通的这个机制当中 因为大家看到内地方面 其实很多资金对虚拟资产 有着非常高的热情 那么如果说将来有机会 这个护港通 深港通 纳入到这些ETF交易的话 那您觉得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 那如果真的是 有这样的一个 纳入的情况之后 北水下来参与到 这个本港方面的ETF的 这个虚拟货币ETF的 这样的交易当中的话 那么届时的这个正面影响 是不是可以值得我们更多的憧憬 这个相信是所有在香港 就作为传统金融这个从业者 包括想要往前 我们胜利之间向前走一步 包括越野向前走的这个 向虚拟资产靠近的这个 都是希望期待的 但目前来说真的是 因为它造成影响实在太大了 那么真的要做这件事情 我相信各方面的 包括央行的准备 对这些要做大量的这个预言 我觉得目前来说 展示的事情点 还没有看到明确的事情点 那作为这样的一些 新兴的这个投资产品 出现在港股市场上 那么您觉得说作为投资者 或者散户也好 机构也好 去参与这一类的 虚拟货币挂钩的ETF交易当中 那作为投资者 有没有什么需要的注意事项 或者每个产品之间 会有一些什么区别 是需要投资者可以去留意的 那基本上现在而言 所有的底层资产 都是于比特币和一代粉 的这个两个底层资产 通常是这两个 是整个虚拟资产的 一个定价的毛 尤其是比特币 我倦宜是作为传统金融投资者 一开始进入这个资产 可以就用比特币来 开始来尝试 一代粉而言是相较于比特币 除了在仅仅是记账 或者交易功能之外 其实在它的那个 Ethere网络上面 有大量的这个应用 这会是给它 再成大量的一个价值 很重要的一个核心点 那买卖方法 我觉得可以采取 类似于基金定投 就是一个设定价格 摆单买在那儿放在那儿 然后真的掉下来就买入 然后持有就好了 因为虚拟资产投资 有比较强的强周期性 那么我们从往年来说 大概是一个低点 到另外一个低点 大概是一个四年这个周期 从减半向后的 应该说传统的周期而言 都会是从减半的当天开始 向后大概500多天 会是一个比较确定的优势 所以如果传统基金进来之后 会在这个周期产生怎样的变化 不确定 但是我们想象的是 有可能会使得这个周期的 向上的幅度更大 所以可以是这个点 可以稍微地参与一下 我觉得会蛮有意思的 OK 那按照这个周期的点 您觉得说它的这个向上的空间 是有机会突破上一轮周期的顶部吗 那您觉得这一轮周期 如果上望顶部的话 您的预期展望会看多少 哇 因为确实业界这个问题太 那我们首先心理上 我们我自己个人认为 可能会是去到 12万到15万美金之间 但是这个业界 大家有不同意见 只能是近代发展 OK 那作为这个投资者 一般可能习惯了一些 传统的一些 这个资产的一些部署的话 可能大家觉得 可能会设定一些指示位 10%可能多的15% 就觉得是一个传统的 一个投资当中 遇到风险的一个指示的 这样的一个操作 那面对这样的新的 这种投资类别的ETF 那么您觉得投资者 在投资理念上 需不需要跟着一些调整 那面对这些虚拟资产 可能有一些高波动性 高风险性的话 那您对于这些投资者 在部署这些资产的时候 部署策略上 有没有什么需要调整的 逻辑上需要调整的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 这个整个格级虚拟资产 它现在目前定价模型 其实不像传统金融资产 包括ETF这些 这样的传统金融定价 模型来做 所以呢 大家在定价上 可能会觉得 好像是一个纯波动性 或者纯需求 我觉得可以观察 就是在当下的 那个矿工们的采矿成本 就是我们把这个 长期拉开来看 矿工的采矿成本 大概如果跌穿 这个矿工的采矿成本 超过10%到20%的 这个时间点 从来很少维持 超过十几天二十天 所以我觉得这个反而是 一个整个的 一个定价的毛 所以是这个时间点 当今天开始 或者明天开始 这个整个解办完成之后 矿工成本会急速上升 稳定下来之后 就成为整个 下一个阶段的 一个底价的 那另外成本能不能下降 可能另外一边 像我们就要看一下 这个美国方面 CPU GPU 他们的这个生产的节奏 怎么样 能不能给这个市场 提供更多的硬件支持 来做进一步判断指标了 好的 今天时间关系 非常感谢周乐先生 在这一时段 给我们带来一个精彩的 关于虚拟货币的 一个分析跟解读了 那么这一节财经点评 时间先到这里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再会 谢谢 by bwd6 by bwd6 by bwd6 谢谢观看